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林北好遊因為揭開了 這個進口彈的使命面紗 結果現在被不明人士 在臉書上恐嚇 現在林北好遊關粉專了 但是現在大家追 這恐嚇的人到底是誰 國民黨立委洪孟凱 就在質詢台上直接問 行政院長陳建仁 陳建仁怎麼回答 我們來看一下 他現在揭露 說他收到了這種恐嚇的信件 最好小心老婆跟小孩的安全 我們走著橋 我覺得這樣的威脅是不對的 恐嚇罪是非告訴乃論 是公訴罪 所以現在檢調是不是應該要動起來 要確定他的這個 保障他的言論自由 這是很重要的 保障誰的言論自由 是恐嚇者還是被恐嚇者 你說呢 當然你剛才不是已經講了嗎 這個恐嚇是不應該的 本市現在在質詢您 非常嚴肅的議題 對 我剛才講說 好 非常嚴肅的議題 但是可以看到陳建仁 露出了一抹微笑 到底怎麼回事 現在不只這個民進黨 現在包括了青綠的一些支持者 甚至粉專都出來洗風向 怎麼說呢 包括了這個鬼才阿水 他又說林北好遊 過去一堆發言 是連基礎的概念都沒有 先看看他跟誰站在一起 就知道他的人是什麼程度 另外還有這個叫做 暗黑流浪者 他說好遊是雲林張家的人 所以大家都知道 那張家勢力龐大 在地也是劃住 也跟黨的存在 所以誰這麼大膽 他認為可能是他自己 故步一陣 說他是自己自導自演的 另外還包括了 這個不禮貌議員堂 他說雲林張家那底下 可能有底下的狗有被恐嚇 這樣講就不太厚道了 他說當然不可能 他說這一切有可能是自導自演 所以像綠營有沒有可能要帶風向 說是令北好遊自導自演 但現在就去追查說 這恐嚇的IP到底是哪裡 結果一查發現 這個IP居然來自境外 而且來自美洲這兩個國家 包括了北美洲的墨西哥 還有另外還有 這個薩爾瓦的一個門號登陸 所以大家說 這個IP跟門號都不在台灣 怎麼又會變成這個樣子 而現在不只好遊哥被恐嚇了 包括了王洪偉 洪偉姐也被威脅 他說講一次民進黨就挨一次刀 恐嚇能夠吃多少子彈 因為他露出了他這個截圖 上頭還看到說什麼 這裡面有槍有刀 他說早就準備好了 然後說你能吃幾顆子彈 所以他說你這麼喜歡 中國就滾去中國 反正就劈啪罵了一堆王洪偉 王洪偉姐就看這個訊息之後 馬上給他PO到臉書上說 兩個禮拜前 拿到警方跟派員來說明 但是現在已經過了兩個月了 警方卻一點辦法也沒有 但北市警方也說 他說這些帳號是來自 美國跟馬來西亞 也是來自境外 他已經邀請了諸外單位 轉交到地方的警察來做協助 目前正在持續的追查當中 但是現在問題來了 現在國民黨要聲援 臨北好遊而槓上了陳建仁 現在國民黨立議院黨團總召真名中 也落下狠話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段 多久要破案了 現在除了警方已經有報請桃園地檢署 主動來了解事情 資料可查 很快啦 他們本身也不希望受到干擾 他要破案呢 院長 針對 我們國會請 一個月有沒有問題 你不查我來查好不好 報院長 他不答 我不執行喔 院長 你爭不打 我跟你講我不執行 我會把口罩帶起來 現在真的沒有辦法回答你 我能不能跟你講嗎 你那個嘗試都沒有 這IP 上口就查得到 好 幹什麼 不問 謝謝 不要生氣啦 20要準執行 絕對不讓他上去 真的他媽爛 到底要不要查 陳建仁一句話都不敢說 可是我們金飛席比較要態度 過去有沒有看到 蘇貞昌這段影片 被網友曝光之後 說他摔筆 結果後來 馬上48個小時之內 警方就破案了 可是對比現在 林北好油這個東西 現在已經過了三天了 好像看到 警方跟警方 甚至行政院一點動作都沒有 現在各界在聲援 這個林北好油 包括了前台大的校長 管中美就發文痛罵說 到底是誰縱容這些雜碎的 他說從網軍攻擊到 公然威脅別人的身家性命 到底是誰縱容這些雜碎的 是不是在聲援林北好油 而現在台灣難道變成墨西哥化嗎 我們揭秘這個進口彈 居然還被威脅 難道台灣現在 已經沒有言論自由了嗎 好油粉專 現在已經被迫停更了 現在大家都在說了 好油這一陣子 不斷受到垃圾側翼的抹黑 難道已經演變成 只要對民進黨不利化 就要被恐嚇嗎 現在台灣是墨西哥 還是哥倫比亞了嗎 現在請教養民哥怎麼看 其實這一次我覺得 如果沒有林北好油的話 整個進口彈的問題 都不會浮上檯面 從包括到底巴西的彈 是怎麼來的 到底這些 到案的價格跟出關的價格 是怎麼樣的差異 其實都是林北好油 一分一分 就是按照 而且它基本上大部分資料 都是從農委會提供的資料 去抽絲剝繭 看出一些端倪 講得有縮本 對 所以現在其實你知道 很多綠營的側翼也好 或者是說一些網軍 他們透過什麼樣的方式帶風向 他是張家的人 其實老實說 他不是 你知道林北好油是民進黨黨員嗎 是 你知道他是民進黨黨員 他以前 他其實不是張榮衛系統 然後很多人就把 你只要今天跟現在的我們的農委會 跟農業部作對 就是雲林張家 這個邏輯實在很奇怪 大概是五年前 那個時候吳英寧在北農的時候 林北好油就已經被 用這個標籤貼過一次了 可是他不是 當然我覺得現在我們的農業系統 不是只有一個雲林張家好嗎 而且老實說 你說像他今天如果他沒有 他去講這一些有的沒的 什麼雞蛋 該怎麼進口 這些我們一般人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原來雞蛋席選過後的 保存期限 還可以再延長一個月 原來進口進來之後 原來他還可以繪圖轉身 然後保存越來越長 後來抓到圖萬財 本來都在幫超師講話的圖萬財 突然說是農業部叫他單的 突然翻供了對不對 對 結果一環 一絲一環 每一個環節都有 都把它給他變成一個破口 其實整個 這次雞蛋的事件 林北好油是關鍵人物 可是當陳吉仲下台之後 綠營又要來找戰犯了 要來修理他了 當然我覺得他 當他看到自己太太的名字 還有他的孩子的小名 都被揭露出來 那個是公開去他的粉專留言 任何一個父親看到這樣的資訊 都會害怕的 都會感到恐懼的 而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警方 目前是束手無策 尤其IP在境外 這種新型態的犯罪 未來是不是所有的 要來恐嚇你的 我就用一個假帳號 我就用一個境外的IP 就可以免責嗎 我覺得這樣的國度 我們是不是變得有點可悲了 所以林北好油這一次 他有做錯任何事情嗎 也許他有一些資訊 細節的部分 可能有一些 可能農業部看了很不高興 說你這個有誤導或什麼樣的 但是整個大方向 如果沒有林北好油的話 現在不要忘記今天9月24號 今天有一批巴西的雞蛋 正準備要過期的時候 他還在我們的超商上面販賣 他的實際的保存期限標的是 10月5號 10月6號 今天過期的還在架上賣 如果沒有林北好油 所以你說我們該不該感謝他 當然應該感謝他 可是我們的執政黨 我們執政黨的側翼 用什麼方式來對待這樣的人 我們難道還要讓這樣的政黨 繼續執政嗎 是 嘉信哥 陳建仁還露出這個神秘的微笑 你覺得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這就是 世代夫之無恥的一個新高度 我也覺得像洪孟凱 這麼年輕的在野黨立委 還有曾明忠 這麼所謂的國民黨的大黨編 你們在那邊這麼磕磕氣氣的 在那邊穿個碎碎的 還聽得下去他講那些話 上去就給他一個電光了 這種人還來立法院幹什麼 行政院就應該癱瘓掉了 立法院不要開了 你們那一天我再講一次 你們國民黨三更半夜 動員的出來一千多個人 去給侯友宜接機 你們動員不出來一千個人 輪流在立法院各出入口 讓那些官員跟立委 都不要進來開會了嗎 明年預算不要審 所有法案 你們現在順著民進黨的意義 在那邊我們也沒辦法 他要過人數多 所以怎麼樣的 人民聽得下去嗎 現在整個在野跟執政黨 一個是無能 無德 一個是失職 老百姓到底要指望 些什麼事情發生呢 你去想想看 林北好油這個林育宏先生 他是怎麼樣出名的 他為什麼叫好油 因為他出道成名 就是因為打黑心食用油出名的 那時候民進黨多少人說 他是正義之士 你現在怎麼樣 沒有順著你政府的意走 然後講了一些該講的話 老百姓靠著他 能夠不要吃這麼多的噁心蛋 民進黨不高興 擋你才錄了 所以要用你的網軍 甚至這應該是Hacker 有跟國家級的一些暴力 才能知道人家 這麼多detail的個資 沒錯 那你現在還能轉IP 你跟我說你查不出來 你數位發展部在幹什麼 你的網軍在幹嘛 你國安局裡面不是 還有第四軍叫網軍嗎 我講的是正規網軍 這種東西會查不出來 這個叫人身自由 這個叫人身安全跟言論自由 我們今天就因為反政府 大家都要被 當作你民進黨這個義和團 你們鎖定要攻擊的對象 那老百姓到底要靠什麼過火 你們政府吃香喝辣的 這幾年人民過得苦不堪言 都已經吃土了 叫我們吃毒蛋 這整件事情演變到現在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國民黨的那些首長 他們真的應該要出來 帶領著被欺負的老百姓 調民罰罪 講調民罰罪 我不曉得聽得懂 聽不懂 你們既然叫國民黨 那國民是什麼意思 那人民息息相關的東西 你們還能在那邊這麼理性 這麼溫和 穿得漂亮一漂亮 然後動員人出來 只會去給侯友宜接機 不會去幫老百姓討公道 那這樣子的在野黨 你今天所有人最痛心的是 什麼狀況大家知道嗎 不是說我們要在這個時候 去罵國民黨 實在是你們其實最好發揮 你們在選舉裡面 最容易攻城掠地的 就是現在不是嗎 平常大家還不太在意 政治相關的事情 選前大家要一次算總賬的時候 人為什麼不帶出來上街呢 這些貪官污吏 你的示威抗議跟你的反抗 只要夠強 他們就會怕因為要選舉了 民進黨只吃這一套 你國民黨繼續這樣走下去 不要再講你是國民黨 根本就權貴 跟他們一路的 是啊 國民黨是不是要加加油了 袁織哥 當然我覺得 當然還是要監督執政黨 大家有沒有覺得說 在民進黨執政底下 台灣現在還算民主國家 民主國家有一個前提 我們可以肆無忌憚的批評政府 這是言論自由 也是憲法保障我們的 就是沒有恐懼的自由 可是大家可以問問看自己 你現在敢大聲的 就是光明政大批評政府嗎 不敢 我覺得很多人不敢 我上禮拜接到一個民眾電話 他打到我服務處 他說有事情一定要找我 是有關於我們板橋 非常重要的選民服務 跟一個道路有關 我想說很重要 我就先回電話給他 因為要約時間需要再找 我就打給他 我說大姐 什麼事 你趕快 你說民生路二段什麼事 他說沒有 那一定要見面講 我說你先說一下 這麼神秘 很神秘 他說沒有 我跟你講 那個民進黨真的很爛 我說算 那你就直接反應這個議題就好 那不行 現在怎麼可以隨便罵政府 要見面講 我會被查水錶 真的 這真的 就是說他就透露了 他不敢去批評民進黨 為什麼會這樣 你看林北好友就是了 人家在臉書上舉一些 他也不是謾罵 林北好友是講議題 對 就是論事了 有資料的 結果什麼下場 側翼就把他攻擊 把人家老婆的名字都公佈 有這種國家 我們台灣不是回到蘇聯的 以前蘇聯執政有很多政治笑話 有一個政治笑話 有一個少女在廣場發傳單 後來被檢查 結果發現他又發白紙 白紙總不是罵政府了吧 結果那個政府跟他講說 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 你接下來想要寫什麼 那這不就一模一樣嗎 現在把林北好友讓他關了 為什麼 怕他繼續報 如果怕他繼續報 那我就要質疑 請問一下民進黨 你還有多少事情是不為人知的 你在怕什麼 如果說林北好友已經罵 已經報到差不多了 你應該就讓他繼續講 反正沒東西講 你為什麼怕他講 你為什麼怕他講 水更深會不會 水更深 然後民進黨當然 我跟你講政府就會這樣子 推給側翼 民進黨說那側翼不是我 不好意思 這些側翼都是上行下效 你們政府會關一家媒體 所以側翼想說 反正我們政府也沒在重視言論自由 我攻擊一個林北好友算什麼 民進黨搞不好還開心 所以你們要拿 民進黨要拿態度出來 之前也有一個 關心動物的網紅 叫做簡博與許之 對不對 他只是跟講完看動物園 拍了一個影片 結果就被一個綠營的側翼 罵他什麼 罵他拿錢 罵他有政治立場 結果後來人家說 根本就沒有這件事情 民進黨有沒有一個人出來 譴責那些側翼 完全沒有 就是民進黨態度 才讓台灣的側翼這麼囂張 然後一直老是用人身攻擊 用什麼人身攻擊 用人身攻擊 就能夠抹煞他所講的話嗎 對不對 之前亞洲週刊 罵蔡英文說 蔡英文叫做民主獨裁 穿一個黃袍 就馬上被抹紅說是什麼 拿中國大陸的錢 然後呢 亞洲週刊有講錯嗎 講得太對了 所以我們希望說 台灣還是有言論自由 大家都可以公然的 大聲的批評政府 廣告回來之後繼續討論 web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